喔 還要翻麵 就是這樣子在你前面燒給你看 在你前面燒給你看 這個我們在中國的泰香米點過 這裡的多好吃 這個是骨頭湯嗎 來給你喝一口 那一口給我吃出汗了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來吃整個青麥最好吃的燒肉 我們之前影片有提過很多次 就是泰國的燒肉是炸的 不是真的只有燒 那據說這家只有燒 因為它是在外面給大家看的 然後昨天我們的客棧呢 又來了兩位新朋友 老主持人Roe QQ還有兩位新來的 今天是他們的導遊 他們剛發生了一件事情 你拿著我的時候沒有啊 為什麼下車的時候 他剛租了摩托車 因為他們昨天才到 然後發現安全帽有 很生猛的屁股 我下車的時候沒有 我們拍一下廚房 他們有人就直接在這邊買燒肉了 嗨 可以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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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烤雞 哦 這是烤雞 吃在路邊 然後這個是燒肉 還要翻面 檢查 哇這個溫度很高 就是這樣子在旺 在你前面掃給你看 然後這個也是烤雞 對啦 他們還是有炸的 沒有錯 這個油果炸完之後 會呈現這樣子 這樣子再拿過來烤 對 泰國的燒肉都是炸的 沒有錯 在我的認知是沒有錯的 換左菜 感覺他們雞賣的比燒肉好咧 可是應該是燒肉比較好吃啊 哦 還有雞皮 剛剛忘了點雞皮 我可以偷吃一個嗎 可以嗎 可以嗎 給你了 噢 噢 可以嗎 噢 噢 不跟你開玩笑 太好吃了 非常好吃 這是 青木瓜絲 泰國名菜 可是我一直吃不懂 不會吃 所以他們的飲料 就在這裡賣 然後也只是泰國名產 他們的位置 不大不小 大概有30到40桌吧 我們可以看到 除了本地人 很多都是韓國人 現在7公里 現在7公里 你帶這麼多老師 給你出門啊 哈哈 誒 哇 馬來西亞人啊 對對對 這麼跑到這裡來 很遠呢 你都能到我一定很大嗎 我駕車來的 噢 你駕車來的 哇 幾個小時 三天 2400km 你是哪裡人哦 檳城 噢 你是啊 沒有 馬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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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你想拍照嗎 對 你認識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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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們都會知道這間店啊 這麼出名嗎 本來介紹 這個很出名啊 嗯 據說它燒肉是第一名 我們叫了三輪 三輪啊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剛吃過他們剛有請我吃 不不不不 我剛有叫了 叫大一個大的了 這個我們三輪 我們叫中 兩個 叫太多叫中 再來 再來 它燒雞也是不錯是嗎 嗯 可是燒肉比較厲害 嗯 泰國餐廳有一個特色就是 他們都會提供這種杯子 然後如果你想要喝這邊的水的話 是免費的 可以自己來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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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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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你好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嗨 這是 這是 這是什麼 我們有點嗎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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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豬井肉 然後燒肉 雞皮 你們是哪裡人啊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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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深圳的 怎麼樣這個燒肉 金媽媽 有沒有聲音 那個聲音 沒有 這個就是一般的飯 然後這個是糯米飯 對 都是這樣子裝 一般上會裝在那個豬樓裡面 雞皮 雞皮 烤雞皮好吃耶 金媽媽 吃一下它的烤雞 據說它烤雞很厲害 烤雞你吃了嗎 吃了 怎麼樣 正常嗎 正常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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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深圳有更好吃的烤雞 深圳有更好吃啊 對 這個有點像馬來西亞 那個 我發現人多有一個好處 你可以點很多東西 如果我們兩個人來就沒有這麼多東西了 要 這個是骨頭湯嗎 排骨湯 排骨湯 誰點的啊 這道菜叫什麼 你是用手指就對了 酸辣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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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頸肉 豬頸肉 吃一下 好好吃喔 真好吃耶 豬頸肉 很棒啊 因為泰國很多飯都是炭水 這種肉的會很少 我會常來吃的 我常來吃肉 燒肉真的厲害 燒肉好吃的 燒肉厲害 豬頸肉也好吃 我還沒喝到湯 可以你喝嗎 這個湯很絕 很鹹啊 很絕 但是很好吃啊 那雞皮咧 你有吃到雞皮嗎 你要吃雞皮嗎 來雞皮 雞皮是吃厚 不是 我剛才叫三樣 你們 怎麼現在變這麼多 一般 雞皮一般 可是我覺得雞皮 太脆了 烤太久 炸太久了 要再少一點點 軟一點點會比較好吃 很絕的湯啊 好怪的湯喔 怪嗎 很怪耶 就辣辣的湯 這湯很怪耶 來給你喝一口 就是有辣椒 沒有胡椒 然後 這邊很流行這種 好辣 這個要習慣 要時間習慣 泰國人特別能吃啊 現在排骨 現在排骨 這一口給我吃出汗了 不好吃 有汗了 這個湯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 有蛋蛋的鍋 你要多一點時間 它燒肉真的太厲害了 有時間我帶你們去吃一個三塊錢的麵 三塊太豬了 打算結帳了 來 菜多少錢 這個真的有點難喔 真的有點難 嗯 嗯 五百 肯定超過 我猜八百 你猜 你都結帳了 你當然知道 還沒有啊 我們要去哪裡結帳 OK 那我猜五百了 輸了請看 比誰接近去呢 對啊 好啊 八八五 八八五 你看 八八五 你看 八八五 八八五 你請客 好啦 我請客 八八五 八八五 我們五個人喔 好 所以要總結是 豬頸肉還有燒豬肉很好吃 嗯 然後雞肉下一檔 然後 木瓜絲和這兩個青菜都很不錯 木瓜絲和空心菜都不錯 對 我們後面還點了就是空心菜 我們那天 最難受的事情就是 就是要下車等一下 不要吃什麼 現在已經蠻好笑 覺得很開心 然後 這一餐怎麼樣 非常貴 非常貴 Good Good very good 印象深刻是什麼 就是 這個 這個天氣餐是我每一頓必點 就是我吃到最辣的一個 哈哈 因為你之前在那個 在普吉島喔 我們在普吉島 在曼谷都吃過 對 在泰北比較辣一點點 有嗎 有 那個 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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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舍口 沒有啦 就是 就很辣啊 因為我最近 賞到麻糬 來泰國第三年就發燒 這一餐OK嗎 那個 那個 燒肉 燒肉 對 我被廣東人說燒肉好吃 就真的是好吃 我 你不是廣東人 可以 你 你 你 我 我成都的 真的假的 小的咧 我成都的啊 有一點點香 你這個果花子咧 我是成都的 哈哈 你來高小的 曲曲 你覺得這個好吃喔 好吃 豬筋肉很好吃 豬筋肉 欸這個我不會啦 哈哈哈 然後再來豬筋肉 豬筋肉 燒肉咧 燒肉也好吃 木瓜沙拉 所有女生都說木瓜沙拉好吃 對啊是好吃的 就只有我覺得還好 是木瓜 男女有別 我覺得如果要來吃這一家 真的是一群人來吃比較爽 對 因為一個人吃不了很多種 對 然後只是一種肉的話就有點寡淡 對 寡淡啊 哇 寡人告訴你 這個我們在中國 泰香米點過 這裡的最好吃 泰香米是什麼 泰菜嗎 泰國王家 商務部 然後 中華國泰式餐廳 你在 在泰國一定比中國的泰餐好吃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都會非常推薦這一家 然後敘述人文裡面呢 有他們的地址跟 店名還有營業事件 對不對 好 那我們 今天影片到這裡為止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 就是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